4月15日由中日两国共同创作编排 由日本著名导演尚廷尧指导的音乐舞台系木兰 于当晚在宝丽剧院上演 该最曾的2010年日本东方艺术剧院成功首演 并于2011年作为第12型中国上海国际艺术剧参演剧目 在上海大剧院成功功演 获得国际的良好反响与关注 本次作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参演剧目 获得了政府部门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 木兰取材于中国人民家喻户脚 同时也为世界人民所熟知和喜爱的花木兰 女扮男装替妇曾军的古老故事 是一部中国题材 中日国际团队共同创作 展示英雄主义精神 及中国妇女美德与一身的优秀作品 该就以情景音乐剧和舞剧的展新形式 护扬伟大的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 展现中华儿女乃至全人类热爱生活 追求真善美 呼唤和平与正义的崇高精神经济 据悉该剧将会在4月26日继续在保龄剧院上演 音乐剧将会在4月26日继续在保龄剧院上演 音乐剧将会在4月3日继续在保龄剧院上演 音乐剧将会在4月3日继续在保龄剧院上演 音乐剧将会在4月3日继续在保龄剧院上演